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他会不会后悔 为了白月光推开我 陆石金大步走进咖啡厅时 我正准备拨腰二零 他看了眼过敏到休克的许成月 回头便给了我一巴掌 力道很大 我不稳地朝旁边裂起了下 陆石金瞠目欲裂 扬声质问 明知道他对小麦过敏 你还故意给他换成面粉制的 是想害死他 说完 他一眼都没再看我 抱起许成月离开 我反应过来时 原地只剩我一个人 发麻发痛的侧脸提醒着我 一个血淋淋的事实 我即将结婚的男朋友为了前任 不问缘由地第一次动手打了我 后来我才知道 是许成月给他发了信息 他告诉陆石金 是我不小心误把玉米小甜饼和香蕉薄饼搞混了 所以他才会意外务实 但他没撑到陆石金来就休克了 其实他的理由经不起推敲 但陆石金根本没有怀疑他 才致使我挨了一巴掌 周围肆意打亮的目光让我浑身不适 我闭了闭眼 顶着微红的半边侧脸拿起包离开 坐在车里 我趴在方向盘上 安静的空气中 我听到自己无声的哽咽 不是委屈 而是后悔 后悔没在一周前的那晚 给陆石金和许成月一人一巴掌 一周前 我和陆石金逛超市时 遇见了许成月 他红唇黑卷发 看向我身边的男人 笑得妩媚 我下意识偏头去看陆石金 但他只是随意贴了眼 便挪开视线 若无其事地牵过我放在推车上的手 语气温和 今晚想吃什么 我回去给你做 我笑得有些勉强 吃鱼吧 陆石金很少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不知为什么 我总觉得是许成月的关系 声音并没有刻意放低 余光中 许成月听后 也只是随意耸了耸肩 转头离开 陆石金自他走后 很自然地放开了我的手 人也沉默下来 我顿了顿被松开的手 扬装若无其事 还想吃什么吗 他摇摇头 语气也不负钢材 没什么要买的 就回去吧 我也有些兴致阑珊 点点头便不再说话 一路无言回家后 我刚拎起鱼网厨房走 身后是陆石金稀稀苏苏的穿衣声 你坐好先吃吧 不用等我 我有点是出去一趟 我回身 定定地看着他 你要去哪儿 欲赶告诉我 他要去找许承越 他也停下动作 对上我的视线 仅几秒 便若无其事走过来 挑眉笑了笑 别多想 公司叫我回去复茶下而已 说完 俯身吻了吻我的额头 乖点 他敷衍的两句话并没有安慰到我 只犹豫了一秒 我还是开车 悄然跟在了他后面 虽然谈不上道德 但我更不希望在不知情情况下被出轨 我跟踪的技术不算高超 但他不知道是心急还是因为什么 却一直未注意到我 进了一栋小区 我避开陆石金停车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 他站在一幢楼下 不多时 许承月从楼里出来 你找我什么事 陆石金语气很冷淡 我想你了呀 许承月说得很大方 很理所当然 我垂在身侧的手不自觉握紧 他在我和陆石金结婚前夕再度出现 意图就已经很明显 陆石金冷吃一生 跟我有关系 我马上要结婚了 许承月朝他走近一步 歪头看着他 你喜欢他吗 就跟他结 我女朋友我不喜欢 我听后并未松一口气 陆石金的话听起来太像赌气了 就像今晚在超市 故意做给许承月看的牵手一样 以后别给我打电话了 陆石金丢下这句话 就转身打算离开 但许承月及时从背后还住他 声音染上哭腔 陆石金 我好想你 虽然分手是我提的 但这些年 我一直都只爱你 我也没有再谈 我现在发现我舍不下你 根本忘不掉你的时候 你却不要我了吗 他啰气着 满是委屈 我有些紧张地吞咽了几次 直直地看着陆石金 即便告诉自己几百次 只要他敢出轨 就会很利落地分手 但我还是拼命地希望 他能挣脱开他 气氛焦灼沉闷 不知过了多久 我终于等到了我的宣判 陆石金一言不发 回身抱住他 紧紧摁在怀里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回来 语气像是怪他 又像是怪自己 一瞬间 周围似乎都安静下来 我只能听见 自己沉闷的心跳声 沉闷到心口窒息 许承月瞬间哭得更大声 我回来找你啊 一直以来 我只喜欢你 你呢 你都爱上别人了 陆石金天头亲了亲他的耳朵 声音发沉 没有爱上别人 只有你 一直都是 一阵夜风掠过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浑身发冷 眼前拥抱的两人 已经开始甜蜜拥吻 而我却觉得恶心 若是抛开局内人的身份不谈 光是看到这幅画面 我估计会羡慕很久 真心祝福他们 但我抛不开 我是这件事的受害者 和陆石金是家里介绍的 但我对他一见钟情 在一起没多久 我就发现他很少吃面食 在我三番五次询问下 才知道他前女友小麦过敏 后来他也变得很少吃面食 我当时只以为是习惯改不过来 后来才知道这是他想念他的方式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的家 心底难挨得像是堵着一口气 像一个阀门拦住了我宣泄情绪的泪水 我收拾了些自己的东西 便立刻开车回了自己的公寓 刚进屋 陆石金的电话便来了 你去哪了 我看了厨房 你也没有吃饭 我没有开灯 静止摊在沙发上 闭上眼说 陆石金 你直接告诉我 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双方父母 取消婚礼的事 你说什么 我睁开眼 但依旧是一片漆黑 我声音带着为了体面而故作的平静 刚才 你和许承月 我都看到了 那边瞬间安静下来 包括你们说的话 还有接吻 陆石金沉默了一瞬 才开口 欲然 你先回来 我们谈谈 我手指紧紧抠进沙发里 疼痛的同时 让我不至于哭出来 没什么可谈的 分手吧 你说分就分 陆石金 语气染上了情绪 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我几乎被气笑了 他亲口说完那些话后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刚想开口 就被他诞生打断 我给你时间考虑 欲然 别后悔 话音刚落 他就挂了电话 我冷审了一声 直接拿起手机发了一条 宣布自己恢复单身的朋友圈 很快 很多晚睡的朋友 不是在评论区问 就是私聊问我情况 陆石金估计也是看到了 立刻又给我拨了个电话来 我看着屏幕上的号码 有些初神 短短时间内 主动打了两个电话过来 在之前 这都是很少会发生的 窗户外透进来的冷风 吹醒我的思绪 我垂眸挂断 他没再打来 只是发了条信息 我没同意分手 你单方面宣布没用 我没想到 许承越会主动联系我 更没想到 和他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就是为了陷害我 那晚陆石金又打电话过来 陆石金 如果不是说取消婚礼的事 那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那边安静了几秒 才想起一道女声 石金睡了 是我找你 我正愣了一瞬 手不自觉抵在心口 原以为已经不会疼了 可都是假话 陆石金带给我的后劲太大 实在难以短时间抽出 我定了定神 有事找我 明天出来 聊聊你们退婚的事吧 石金太忙了 他让我跟你说 我颤了颤眼结 有些麻木 好 次日我按时到了咖啡店 许承越已经等在那里 抱歉呢 不是故意抢你未婚夫 只是我喜欢他 他也刚好没忘了我而已 他微微一笑 说起来 这其实对你是有好处的 以免结了婚 你才发现他不爱你 我平静地看着他 所以我现在不要了 丢回给你了 他一愣 大概没想到我这么痛快 聊了半天 他只是在扯和陆石金 以前甜蜜的过去 没谈到正事 中途我去了一趟卫生间 回来就看到 他面前放着一叠吃了一半的面包 但我没多问 只以为是他点的特定面粉烤的 没想到他会做到这个地步 当看到他开始呼吸急促时 便预感不好 不等我开口 他就挑衅地笑了笑 撑着捉眼 费力出声 我说了 我今天就是来帮你们退婚的 我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休克 他甚至把时间都掐得很准 几乎下一瞬 陆石金就到了 好几天未见 我没料到他见面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了我一巴掌 明知道他对小麦过敏 你还故意给他换成面粉制的 你想害死他 我回了之前和陆石金的家 进门前我做了好久心理准备 很大可能许承月已经搬过来了 屋内会有他的东西 开门后 看到和我离开前并没太大区别的陈设 我也并不是很惊讶 那昨晚 他们就是在外面开的房 陆石金是近凌晨才回来的 知道回来了 他看了我一眼 把车钥匙扔在茶几上 随意坐在对面的沙发 我直接点开手机 调出视频放在他面前 我跟咖啡店老板交涉后 他把今天那段监控发了给我 许承月过敏 跟我有没有关系 你可以看看 他皱眉看完后 也随之站起身 抱歉 玉然 我今天也是情急 我看了他两秒 随即抬手便是响亮的一巴掌 陆石金 你出轨 接着还为了小三 不分清红皂白地打了我 他脸色难看地盯着我 我毫无起伏地说完 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消气了吗 他目光沉沉 如果这样会让你忘了这件事 你可以再打几巴掌 我后退一步 拉开距离 再打多少也没有意义 我只希望你能尽快和你父母 坦白我们的事 不然我先跟我家人说了 你父母也迟早会知道 你还真想取消婚礼 陆石金笑得有些发冷 当初先提结婚的人不是你吗 先告白的人不是你吗 不是你先喜欢上我的吗 他的声音逐渐升高 我静静地听完 这种感觉本就还没愈合的伤口 被再一次撕开 压抑了多日的委屈 终于在这一刻爆发 我听见自己的哽咽声 可是 你不喜欢我 为什么一开始不拒绝我呢 说出来有些难堪 这时我依旧抱着一丝希望 他能反驳我这句话 可他只是沉默 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半上 再开口的话 吹散我最后一缕执念 我和他在一起六年 直到现在 我也心里还有他 我的眼泪 在听到他这句话时 定在眼眶里 再也落不下一滴 他看着我的反应 忙朝我走进一步 语速有些急 但我也是真打算 跟你结婚的 陆石金 我沙哑地打断他 声音疲惫 我不打算了 现在我不打算 跟你结婚了 欲然 他似有些崩溃 你闹够没有 我再度开口 说出的话 也不知道是为了逼他同意 还是戳自己的心口 那你和我结婚 许承月怎么办呢 果然 我说完后 他立刻沉默下来 你明明心里 喜欢许承月 却又不愿意跟我退婚 我看着他 荒唐地摇了摇头 陆石金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是个这么没品 没底线的人 陆石金看向我的眼神 满是挣扎 许久 他才沙哑开口 你想好了 接着偏头看向别处 又随意扯了扯嘴角 没问题呀 我无条件配合你 说完 陆石金捞起刚扔下的车钥匙 头也不回地离开 门被甩得巨响 我没打算为陆石金的行为买单 和父母说退婚的原因时 我直接了当地将他和许承月的事说了出来 我爸听了就坐不住 直接打电话给陆石金父母 剔头盖脸地骂了陆石金一顿 后来我想过 如果没有当时这通电话 我可能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伤害 但我又想 也多亏这通电话 让我发现陆石金与许承月更为隐蔽 见不得人的勾当 打完电话后 大概一个多小时 我接到了许承月的电话 叫陆石金的妈过来闹事 玉燃 你的抱负是不是太幼稚了 我一愣 皱眉问道 什么 许承月的声音 似乎在故意压低 陆石金的妈 现在就在我公司 刚才还差点晕了过去 我把人带到了接待室 你赶紧带把他接走 别在这里要死不活的 我冷吃一生 陆石金知道 你这样说他妈吗 还有 陆石金不是跟你一个公司的吗 你直接找他不就得了 他支吾了几声 他去乙方公司开会了 不方便 你爱接不接吧 我反正没空管他了 说完他就撂了电话 我想起一直以来 陆母对我还是不错的 还是开车去了他们公司 刚出电梯 就看到许承月 满脸焦急地等着我 看着他的脸 我挑了挑眉 过敏好了 他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陆石金妈妈在哪 我问 他指了指接待室 快把他带走 陆石金的妈妈 一道陌生的男生 忽然插了进来 下一瞬 我就看见许承月表情 瞬间将注 天头看去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正信不走来 我在他们公司的人物简章里 见过他 叫周锦 之所以只对他有印象 还是因为陆石金之前 常常提起他 两人同职位 属于竞争关系 大概一个月前 我还听到陆石金曾说 两人正因即将空出来的 总经理一直竞争激烈 周锦看了我一眼 随即看向许承月 小许还认识陆副总的妈妈 他的语气有些意味深长 许承月盲笑道 周总开玩笑 我哪里有机会 认识陆总的家人呢 是陆总妈妈来找陆总 刚好陆总不在 我就稍微接待了一下 我眯眼看着他 胡周的话 还真是张口就来啊 但我没拆穿他 很明显 许承月还藏着 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在静观其变 周锦也不知道信了没信 只是笑笑便进了电梯 我找到有些迷糊的陆母 掺着他离开 他还在念叨着 对不起我之类的话 但也没有什么过激的举动 陆母是个文秀的人 大概率今天来 只是想找许承月谈判 而非闹事 如果他肆意张扬了此事 那周锦今天 就不会直锦现于知道这些 以防万一 我还是带陆母去医院 做了个检查 再送她回家 刚出小区 就看到陆时金和许承月 从车上下来 我扫了他们一眼 正准备绕过他们 玉燃 你最好安分点 别再企图利用 时金父母搞小动作 许承月挡在我前面 去着眼盯着我 我看着他笑出了声 不是 怎么现在登堂入室的小三 还这么理直气壮啊 一旁的陆时金 只是眼神灰暗地看向我 并不出声维护他 许承月双手攥紧 用力到双肩都在发抖 这是我第一次在他面前提小三这个词 但很明显 他接受不了这个称呼 我没防备的 被他推了一下 差点扭到脚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叫我 你又是什么东西 不过是石金 在我离开期间的找得消遣罢了 我回来了 什么都不用做 他不就回到我身边了 我朝他走近一步 直直看向他 许承月 你懂不懂寡义廉耻四个字 什么意思 他冷笑一声 又抬手推了我一把 怎么样啊 你难受了 但我这次压住他的手 没让他挣脱出去 用力把他往前一拽 扬起手 正准备扇过去 一直没动作的陆石金 忽然出声 够了 他握住我的手腕 阻止了动作 我闽唇转了转手腕 企图正开 在许承月的推桑下 我逐渐站不稳 下一秒 陆石金就直接扭住我的手 往旁边一甩 他是用了力气的 我顺着惯性扑到车头 小腹猛地撞到车前盖 疼到脱力倒在地上 我死死摁住腹部 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疼 直到腿间流出的血 欲燃 陆石金显然也看到了 跑过来手足无措地跪在我旁边 眼神里满是仓皇 许承月脸已经下白了 站在旁边一动不敢动 陆石金很快反应过来 双手颤抖着把我抱上后座 看都没看一旁的许承月 坐上驾驶座就用力踩下油门开出去 冉冉 冉冉 马上就到了呀 老婆怀了我的孩子是不是 我们看完病就去领账好不好 婚礼不取消了呀 宝贝 他第一次用这种亲密的称呼唤我 声音颤得不像话 但我已经疼得意识迷离 无法反驳 陆石金甚至有意在 往好的方向下 他口中的看病 似乎真的只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小病 像是一种母体的感应 我明显感知到肚子里 那条小生命的气息越来越弱 彻底失去意识前 我出现了几秒的幻觉 一个可爱的幼儿生 趴在我耳边软软又不舍道 妈妈 我要走了 我拼命地想抓住 却还是无力地生生感受着声音的消散 我感觉自己睡了很久 睡得很累 再醒时是在深夜 陆石金正趴在床边 睡得不熟 我微微一动 他立刻睁开眼睛了 然然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没理他 只是手隔着被子 浮在小腹上 很空很空 感受不到一丝气息 和白天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陆石金没说话 只是用力握紧我的手 我空洞地看着天花板 声音木燃 陆石金 我们的孩子没有了 没关系 还会有的 冉冉 他顿时接到 我缓缓抽出手 滚 我们结婚好不好 我求你了 冉冉 你看看我 现在 我只觉得他焦急的声音过躁 我疲惫地闭上眼睛 滚出去 不要我再说第二遍 陆石金进声 许久后 我听见推门离开的声音 再度睁开眼 坐起身看着窗外 静谧的月色 透着股安静的美 我几乎是平静 又抱着股 同归于尽的决绝地想 要将陆石金许成月 送进地狱 此日 陆石金很早就拎着早饭来了 我记得你最爱吃他家的灌汤包 快来趁热吃 冉冉 我靠在床头 看着他又是只桌子 又是摆餐具 不免好笑 我也记得跟你提过很多次 我对海鲜过敏 说完就把滚烫的海鲜粥 扫到他西服上 手背上 我瞥了眼 那双修长却被热粥烫得通红的手 别来我这里犯贱了 陆石金 你是觉得你做这些有的没的 我就能忘掉你对我做过的事吗 我提了提嘴角 要笑不笑地看着他 你做事不过脑子的吗 陆石金勉强笑笑 明明一米八几的个子 却有种流浪狗的落寞 精英气质也全然不复 这次一定会记住的 然然 你先吃灌汤包 我去给你买杯豆浆 说完 陆石金顶着半身的热粥残渣出了门 本想打电话给闺蜜 让她来接我 但忽然想到什么 我愣是生生忍陆石金 直到出院 期间也没有把流产的事告诉父母 父亲因陆石金出轨退婚这件事 已经气得好几天缓不过来 我不能再打击他 几天后 陆石金给我办了出院手续 我跟着他默默坐上副驾驶 到一个红绿灯路口处 我转头看向窗外一家人满为患的蛋糕店 忽然想起 好久没吃过樱桃布丁蛋糕了 陆石金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 立刻问道 是不是想吃 我给你去买好不好 这几天我并没有给他好脸色 这是我第一次主要要求什么 他眼神里有些惊喜 我没说话 只是低头玩着袖子 陆石金便道 把车停到路边 然然 我去给你买 你就坐车里别下来 外面很凉 透过窗户 我看着他 排在长长的对后面 我松了口气 一边注意陆石金的位置 一边忙 打开手机的摄像 然然 最后一个樱桃布丁蛋糕 被我买到了 陆石金额头上冒着细汗 眼里却盛满笑意 坐回车里 我撑着头 抬眼一瞥 所以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一愣 给你买的呀 我什么时候说想吃了 我不就是感叹了一句 陆石金眼睛瞬间黯然下来 笑意散去 没关系 回去我吃 我解开安全带 回哪儿 我明知故问 我们的家 家 陆石金 你不配说这个字 说完我就利落地开门下车 陆石金也立刻追了上来 别碰我 这几天对他的忍耐 我已经到达一个极限 陆石金 陆石金 脚步顿住 不敢再靠近 风这么大 你想去呢 我送你去好不好 我把风撩起的头发挽到耳后 抬手点了点它 我最后再说一遍 离我远点 欲然 陆石金的声音有些崩溃 你还要我怎么做 这些天我做得还不够吗 你说呀 你到底想要我干什么 我淡漠地看着它 一股凉风路过 将我的声音吹到它耳边 是比风还要冷上几分的言语 我要你死 你敢吗 陆石金 那段马路边的争执 最终以陆石金沉默离开结束的 而我 没有回家 也没有去任何一个地方休养 而是招了辆出租车 和陆石金去了同一个地方 陆石金的公司 但我却是找另外一个人 周锦 接待室内 我终于等到了周锦的推门而入 这位小姐 听说你找我 他笑得客套又疏离 我坐在软皮沙发上 淡了口温水 放下水杯 看向面前的男人 直截了当开口 周先生 和我合作吧 他不以为意地笑笑 不知这位小姐 是看上了我们哪个项目 一个新项目 只有你和我 才能参与 嗯 搞垮陆石金 怎么样 我眯眼笑笑 周锦 疏地 抬眸看向我 眼里 审视的意味很重 我毫不退让地 对上他的视线 你可以选择 现在推门出去 就当没听到过我这番话 但 我微微一笑 不出意外的话 那不久后 倒台的 就该变成周总了 周锦只证了一瞬 随即靠回沙发 笑容迷离 看见他的反应 我提得紧紧的一口气 终于松了下来 此刻我才确认 我没找错人 周锦人如其名 很是谨慎 目前阶段 我只告诉了他 所需要注意的项目 和特定的一个人 当他确认后 自然会找上我 我们聊到中午 我看了眼表 起身正欲离开 玉小姐 周锦跟着起身 双手插在西服裤里 一起吃个饭吧 共同用餐 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信任 我想了想 便无可无不可 递点了点头 刚走下一楼大厅 正撞上陆石金 提着包进来 陆总 周锦面不改色地点头致意 我看了他眼 内心不禁付匪伤人的演技 陆石金并未回应他 只是情绪不明地盯着我 来这儿干什么 我轻笑了一声 跟你有关系 随即就低声对周锦道 走吧 和周锦绕开他离开 但当我和周锦吃完饭 和他刚分到扬镖后 还是被陆石金堵住 为什么和他一起吃饭 我面无表情 他是我妈新给我介绍的 相亲对象 陆石金神情将注 看起来是真信了 我轻吃一声 换了条路走 不想跟他再多费口舌 那晚 我正在自己的公寓熬粥时 接到了周锦的电话 他的语气算不上好 甚至有些沉重 但我却恰恰相反 心情愉悦 前几天的那次见面 我只让他不要再轻易相信 他的助理许承越 和注意最近要签署的合同 且项目合同越重要 越需要注意 果不其然 今天是近日他手上 最大的一个项目的报价单下来 审核时 他想起我的话 打电话给对方公司 要求再发一次报价单的传真 且是直接发到他的邮箱 两箱对比 果然 许承越给他的是假的 他没着急审批 而是不动声色地扣下 没有声张 我也有些心惊 陆时金和许承越 居然敢做到这一步 这么大的数额 他只篡改细微的数字 却会毁掉整份合同 而周锦不仅会丢掉这份工作 甚至还会坐牢 是我的提醒的原因 自此 周锦放下戒心 和我的合作正式开始 我大学修的专业 跟商贸没太大关系 是以 在周锦和陆时金这场商战上 我帮不上太多忙 我所能做的 不过是结合以前 在一起时所知道的灵星 继而预测陆时金 下一步会做什么 他能做到什么地步 周锦任意找了一个 不痛不痒的理由 给许承越调了职 处于边缘 不再摸得到核心 他并未立刻揭穿 假报价单一事 本翔等项目合同签约后 刚好自此拉陆时金下马 彻底离开公司 但我和周锦都低估了 陆时金的机敏程度 陆时金又来找我了 我傍晚回家时 他正坐在我公寓楼下的花坛边 五次 他撑着腿起身走向我 步伐有些不稳 周身还带着酒气 光我看见的 你就和周锦吃了五次饭了 我猝着没后退一步 找我有事 我想你了 他看着我 轻声道 玉燃 你别告诉我 你真的对周锦有好感了 我没回答他 转而问他另一件事 许承月知道你来找我吗 管他什么事 我扑斥一笑 你为了许承月把我搞成这个样子 现在又背着他来找我 不怕他伤心吗 陆时金沉默了许久 才哑声开口 孩子的事 我是失手 不是为了他 我插在兜里的手钻得紧紧的 指甲现在手心里 刺痛得逼我冷静下来 嗯 那你不分青红皂白衫的那一巴掌呢 你半夜跑出去 和许承月见面告白拥吻 也是假的 陆时金在我一句句的逼问下 颓然下来 半天 才说了句眉头末尾的话 可我是真的想跟你结婚 从未变过 是不是我现在告诉你 其实我发现 我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爱上你了 对许承月只是之前 弥留的遗憾 你是不是也不会原谅我了 我点点头 抬眼看着他 我只会觉得 你更恶心了 你怎么好意思说出 让我原谅你的 陆时金 需要我再提醒提醒你吗 你亲手杀了人啊 杀了我的孩子 也是你自己的孩子 他脸色灰白下来 张了张嘴想辩驳什么 却又无力闭上 我深呼口气 闭了闭眼 在睁开时 已经平静地像一滩死水 陆时金 你不能让人死复生 也不敢一命抵一命 所以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原谅你 最后一缕夕阳 淹没在地平线下 陆时金的眼睛漆黑一片 再无半点光亮 他忽然变得平和 缓缓开口 我明白了 看着我弯唇笑了笑 有种诡异的温和 那时 我还没听出他那句 我明白了的更深层意义 在很久以后 即便我相信 陆时金是真的爱上我了 也不再有任何意义 陆时金没再来找过我 即便我和周景见面 偶尔会遇见他 他也只是目不斜视地路过 我乐见其成 更加投入到和周景合作中 一个月后 周景和乙方开始谈判 以防万一 我坐在接待室等他 周景走时 神情很是胜券在握 但不到半个小时 他又败幸而归 出什么事了 我看着他和离开前 截然不同的神情 以方说我们将报价单 泄露给别的公司 他们不得不重新调价 说是要告我们 证据呢 那份泄露出去的数据 查到是从我们公司的电脑 发出去的 我心瞬间沉下来 听他一字一句道 但那台电脑 是个刚离职的员工的 也找他核实过 不是他发的 最要命的是 这两天除高层办公室外 所有监控系统维修 没有记录 我吞咽了几番 才开口 是许承月和陆石金对吧 是许承月做的 他语气确定 我愣了几秒 你怎么肯定 下手只能等所有人不在 且公司还未关门 但几乎每天都会有个别会 加班到凌晨两三点 甚至有的会直接通宵 而两天前的晚上 公司聚餐 所有人都到场了 包括陆石金 我下意识接到 但许承月没来 周锦讥笑一声 点点头 天衣无缝 我想了想 也不一定 什么意思 周锦登石抬眼 我和周锦立刻下楼找保安询问 那晚到底有没有人回来 保安大爷说那天不是他值班 他打电话给当晚值班的 另一名保安 他只回忆了几秒 就很快说道 新来的那个小许 我都要锁门了 他突然跑回来了 说是什么文件没拿 今晚要赶工呢 此时 我又瞄到对面街角的摄像头 刚好能照到公司门口 我拉着周锦的袖子 冲那边扬了扬下巴 诺 接着 我们两人相视一笑 但 这件事不该止于此 是谁给许承月的真实数据 他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明明周锦对他不错 周锦作为能和陆时金抗衡多年的人 老谋深算这方面是不输给谁的 他抓住许承月这条线 顺藤摸瓜 虽然费了些力 但还是顺利地查到了陆时金 陆时金买通乙方公司的员工 泄露给他了真实的报价单 而陆时金响 栽赃给周锦 搅黄这次签约 这个项目的成败 几乎决定了周锦的去留 甚至涉及犯罪 一切真相大白后 一方公司将连同本公司的那名员工 三人一起告上法庭 由于所涉金额重大 导致公司造成严重损失 除追究赔偿外 三人被依法判了刑 加之出院那天 我趁陆时金去买蛋糕时 从他行车记录仪里录下的视频 我意外流产那天 撞的是陆时金的车 三人推荡 以至于我摔倒的场景 无疑不被记录下来了 与此同时 我以视频为陆时金二人加刑 最终陆时金判了七年 许承岳五年零六个月 许承岳被揭穿那天 我专门去他公卫 见证了这场好戏 面如土色的女人摊在传译上 一下失去了神器 是不是你告诉的周锦 我和时金的关系 我坦然地点点头 是 我为的就是今天 他喃喃出声 陆时金早就不要我了 为什么你还是不肯放过我 我淡淡看着他 我流产的时候 也是这么想的 我不是故意 结果都一样 对吗 我平生打断他 许承岳 你做得恶 又何止这一件事 许承岳不再开口 他只是认命了 不是知错了 但我无所谓这些 以他的性格 在里面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我没去见陆时金 倒不是说什么 怕舍不得 只是单纯地觉得 没必要 但在判决下来后 他要求见我一面 我最终没去 无论是道歉是忏悔 还是怨恨 我都不想听 他所犯的错 会在未来七年一点点偿还 而我能做的 不过就是给他提供这一个机会 听周锦说 陆时金被带走的那天很平和 他甚至还在逛母婴用品店 周锦手还夹着烟 说到这笑了声 他昏都没结 就想着孩子了 这孙子想得够远的呀 但也没什么用了 我之前跟周锦介绍自己的身份时 也只是说了和陆时金 是简单的男女朋友 接着他出轨许承月 我听后只是笑笑 没接话 晨出的风吹散了挡在太阳前面的云 西光乍现 透过云层中的缝隙 我看见了光的形状 周锦也抬着头 傅儿看向我 今天是个艳阳天 可以邀请你今晚一起吃个饭吗 我弯唇摇摇头 跟他告别离开 我看到的是钉达尔形状 不是天气 道不同不相为谋 周锦和我也不是一路人 三年后的某天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监狱里的信 是陆时经济来的 我静静看了几秒 便随手放进抽屉里 没拆开 几天后 周锦久违地打电话给我 陆时经在监狱里自杀了 许久后 我缓缓张口 知道了 我沉默做了许久 才打开抽屉 拿出那封信 有些久违熟悉的字体 扫到最后一句 是句了无意义的话 我爱你 故事二 嫁给沈彦时的第三年 我怀孕了 可她养得漂亮 却而闹着要自杀 沈彦时要我打了这个孩子 最后 我针上了手术台时 沈彦时却后悔了 她逼红了眼 求我醒过来 可是已经迟了 我不要她了 亲一个呀 KTV包间里传来 男女起哄的声音 我站在虚眼的门缝后 冷眼看着沈彦时宠溺的 搂着一个漂亮娇俏的姑娘 向来轻狂的她 垂眸轻笑 冤冤我可以亲你吗 然后在朋友们的起哄声里 吻上了小姑娘的唇 漂亮姑娘眼尾红色小致轻颤 沈彦时怜惜地捂住了她的眼 而沈彦时已经和我结婚三年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包厢内热火朝天 我的心却冰冷一片 一到视线看过来 一个妖娃妩媚的女生走了出来 看见我挑了挑眉 来得挺早啊 苏韵 怎么样 看见了吗 我冷冷看她一眼 转身就走 背后传来得意的笑声 苏韵 你也有今天 你以为 你有沈老爷子撑腰 嫁给沈彦时 就高枕无忧了吗 包厢里那个才是沈彦时心肩上的宝贝 仔细想想你算什么东西吧 没有沈太太的身份 你一个管家的女儿还配在我面前这么狂吗 我停住脚步 淡淡逆了她一眼道 可沈爷爷就是选了我 秦明月 你很不甘心吧 秦明月狠狠瞪了我一眼 不知道又想起来什么 捂着嘴笑了 我有什么不甘心的 该不甘心的人应该是你 后天你就知道了 后天是沈爷爷生日 宴请云城全贵 秦明月要做什么 当宴会开始 沈彦时挽着我的手 一起给沈爷爷敬茶的时候 我才明白 我才明白秦明月要做什么 她笑着领过来一个穿烟粉色长裙的女生 是那天坐在沈彦时怀里的姑娘 我记得她叫渊渊 粉裙女生的眼神 落在我挽着沈彦时的胳膊上 眼眸圆争 很震惊的样子 沈彦时静完茶回头 与粉裙女生四目相对 女生眼神里的震惊 又变成了难过 她圆润的性眼泪蒙蒙的 转头跑出了宴会 沈彦时甩开我的手 急匆匆地追了出去 留下一句 你和爷爷说会儿话 我忍住心脏的隐痛 勉强和沈爷爷聊了一会儿 不由自主地走到了沈彦时的卧室 里面传来崩溃破碎的莲若女生 沈彦时 你有妻子 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 沈彦时低声哄着 嗓音里是我从未见过的人 渊渊不过是爷爷逼我娶的 我怕你生气才没告诉你 你别哭了 我停在门口 心里疼痛蔓延 尖锐地刀刺的我鲜血淋漓 听不清里面的声音 粉裙女生哭着冲出来 把我撞在一边 接着沈彦时也追了出去 未留给我一个眼神 我这个正牌妻子 像个低劣的偷窥者一样 窥视着不属于我的幸福 晚上 沈彦时难得宿在老宅 她似乎情绪比较低落 喝了些酒 靠在床上眼神朦胧地看我 透过昏暗的灯光 我看到了她脸上的巴掌印 沈彦时突然一把拉过我 带着醉意吻上来 勾人的凤眼低垂 嗓音轻哑唤我 圆圆 你看看我 熟悉的称呼将我的记忆 拉回从前 我眼泪掉了下来 顺从地看着沈彦时 她弯着眸 眼尾红音 情到浓时 她吻上我的手换道 圆圆 别哭了 第二天醒来时 我却只看到沈彦时 冷漠凌厉的侧眼 她漫不经心地系扣子 记得吃避孕药 我闭住眼 任眼泪汹涌流下 似乎注意到我的眼泪 沈彦时冷笑一声 苏韵 你有什么好哭的 我警告 你别消想不该想的东西 等什么时候 爷爷同意了 我们马上离婚 沈彦时 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讨厌我的 我爸是沈爷爷的管家 我和沈彦时 也算青梅竹马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 沈彦时一直照顾我到18岁 直到我妈勾引沈彦时 爸爸上位 气得他妈妈自杀 我爸妈要离婚 而我在沈彦时 和我妈之间 选择了和我妈走 从那以后 沈彦时就恨毒了我 在相见 就是爸爸 为救沈爷爷出事 妈妈和沈彦时 爸爸度蜜月的时候 车祸离世 我和沈彦时 都失去了父母 沈爷爷愧疚悲痛之下 抢逼沈彦时娶我 我也有私心 我喜欢沈彦时 即使她现在恨我入骨 我和沈彦时 还是做了夫妻 我本以为 我们会一直 这么纠缠下去的 直到那个 叫渊渊的姑娘出现 周六我弟弟苏景 放假来看我 他刚脱了书包 坐下来和我说 学校里的事 保姆王妈 就一脸为难地 走了过来 他脸上浮现出 不自然的神色 吞吞吐吐地说 夫人 门口有一位 姓陪的小姐 说要见您 姓陪 我不认识 什么姓陪的人 这是沈彦时的家 如果是她的朋友 为什么要见我 王妈看了看 我的脸色 又犹豫着开口 门口的那位小姐说 她 她是沈先生的 是我姐夫的什么呀 苏景懒洋洋地 靠在沙发上问 她年纪还小 总以为我和沈彦时 还是年少时 那般情浓 不知道如今沈彦时 已对我恨之入骨 王妈小心翼翼地开口 夫人 她说 她是沈先生的女朋友 什么 苏景脸色 肉眼可见地阴沉下来 我的脸也刷一下白了 我知道是谁了 是那日家宴上那个 漂亮倔强的小姑娘 是沈彦时 捧在手心的情人 沈彦时唤她渊渊 原来她叫裴渊 不怪王妈疑惑 沈彦时领过结婚证 名正言顺的妻子坐着 外面 却又自称 沈彦时 女朋友的人 找了上来 我压下心中的隐痛 闭了闭眼道 让她进来吧 姐 她是谁呀 为什么说 是我姐夫的女朋友 苏景不解地看我 我却没有力气给她解释 裴渊进来了 她眼眶微红 看着娇弱不堪 她上下打亮了我几眼 嗓音轻软 却带着恶意 你就是沈彦时爷爷 逼她娶的那个女人 她都讨厌死你了 你能不能识相点 赶紧和她离婚 她年纪上小 水灵灵地站着 透着一股骄纵 质问我也是理直气壮 想来沈彦时应该 对她很好 我微微一笑 我是沈彦时的妻子 那你呢 你又是她什么人 裴渊的脸色 肉眼可见地差了起来 她微微咬牙 仰头瞪我 嗓音带着怨气 我是她女朋友 我忍不住笑了 怜悯的眼神 落在她粉白的脸上 毫不留情道 她有妻子 你不就是小三吗 小三这个词 一下激怒了裴渊 她脸色战红 抬手就是一个巴掌 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姐 我偏过头摸了摸 发热红肿的右脸 裴渊嗓音发颤 你不知廉耻邪恩图报 逼沈彦时娶你 她爱的是我 你才是小三 啊 苏景见我被打 眼眸一粒 一个重重的巴掌 就落在了裴渊脸上 你一个小三 也敢跟我姐动手 裴渊跌在地上 捂着红肿不堪的脸 哭得楚楚可怜 我叹气俯身 想拉她起来 下一秒 被一双骨感分明的 手重重推开 沈彦时淡默的脸上 满是慌张 小心翼翼地摸上 裴渊红肿的侧脸 眼里一片疼惜 只留给我一个 骨感凌厉的侧脸 裴渊哭着扑进她怀里 指着苏景 嗓音细弱 沈彦时 她敢打我 沈彦时转身 冷力的视线扫过我 落在苏景身上 锐利冰冷 苏景皱眉道 姐夫 我动手是因为她骂 她话还没说完 就被沈彦时 一拳打到地上 嘴角裂开 流出鲜血 这一拳极为用力 苏景露出痛苦的神色 我大惊失色 连忙扶起她 抬眸颤抖着看沈彦时 沈彦时 苏景她不是故意的 沈彦时冷卷垂眸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眼里满是轻蔑 苏运 谁给你的胆子动我的人 细密的疼痛 在我心口 丝丝缕缕地蔓延 我险些喘不过气 我脸上有抓痕 沈彦时明知是 裴冤先动手挑衅 却仍然护着她 不等我回话 沈彦时就抱着裴冤走了 留下一句淡漠无情的警告 再动她一次 就没这么简单了 裴冤挑衅后的第三天 许久未回老宅的沈彦时回来了 她眼底一片清黑 双目赤红 嗓音嘶哑 一进来就掐住我的脖子质问 裴冤失踪了 苏运 是不是你 王妈被吓了一跳 看见我被掐得脸色苍白 试探着想来劝架 先生 夫人还病着呢 你先把手放开 滚 沈彦时冷眼扫过 毫不留情 我掰着沈彦时的手咳嗽两声 挣扎着开口 不是我 沈彦时 你疯了 沈彦时放开手 冷漠地推开我 眼神冷立 看了我几秒 居高临下道 苏运 最好和你没关系 她危险的眼神 落在我苍白的脸上 不然 你不会想知道后果的 我捂着脖子 脆弱不堪地倒在地上 心脏泛起 丝丝捋捋的痛 痛得我无法呼吸 从前我身体不好 沈彦时和我说话 都是轻声细语 现在她恨我入骨 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 眼里 心里只有裴渊 我从沈彦时的秘书那里知道 那天回去以后 裴渊哭着闹着 要沈彦时和我离婚 可是沈彦时不可能同意和我离婚 裴渊闹了一夜第二天就跑出去了 沈彦时以为她闹小脾气 没在意 结果第三天 也就是今天发现联系不上人了 沈彦时去条小区周围路段监控 只停留在裴渊去了云城役中 附近一条小巷子 那条小巷子昏暗无光 连监控都没有 一些小混混的聚集地 难怪沈彦时那么紧张 听说沈彦时好像疯了 没日没夜地待在警察局找线索 都求到沈爷爷那里了 沈爷爷见不得孙子这么可怜 出面找了之前的老战友 终于在一个被废弃的仓库里 找到了裴渊的踪迹 裴渊被找到的时候还在昏迷 他身上全是伤痕 衣服也破破烂烂 脸上的红肿不消反增 整个人凄惨无比 本就娇弱不堪的身体更加脆弱 沈爷爷不放心沈彦时 让我陪他一起去 我去的时候 正好看见沈彦时 小心翼翼地想要抱起裴渊 他动作温柔 仿佛在对待什么易碎的珍宝 触及裴渊身上伤口时 我看见沈彦时的一滴泪落在了地上 他嗓音有些哽咽地唤道 渊渊是我不好 我闭了闭眼 心里一片悲凉 他沈彦时是什么人啊 天之骄子高高在上的沈家继承人 旁人提起他 只会想到高傲和不可一世 可就是这么巨傲金贵的人 竟也会心疼 也会落泪 年少我与沈彦时情浓时 也从未见过他落泪 我提分手那天 他逼红了眼眶 也没有落下一滴泪 从此以后 他就恨我入骨 裴渊被送去了医院 沈彦时寸步不离 没有分给我半个眼神 仿佛我从来都不存在 裴渊很快醒了 沈彦时轻搂住他 温声道 渊渊 别怕 我在 你告诉我是谁干的 裴渊抬起头 泪眼朦胧看向了我 一脸倔强 说出的话 却让我不敢置信 苏运姐姐 我知道你恨我抢走沈彦时 可就算你让苏景这么折磨我 我也不会离开沈彦时的 是苏景绑了裴渊 我如遭雷劈 不敢置信地摇了摇头 沈彦时呼得笑了 笑意冷漠 他看着我一字一句道 苏运 你最好祈祷 真的不是苏景 不然 我会废了他 苏景被沈彦时 派人接了过来 他校服未托 看着就是一个 青色阳光的大男孩 我不信 他会为了给我出气 把裴渊关在废弃仓库 折磨一天一夜 可我没想到的是 苏景看着病床上 脸色苍白的裴渊 罕见地沉默了 他闷闷地点了点头 姐夫 是我干的 那天他上门挑衅我姐 我就想警告一下他 扑通 他话没说完 就被沈彦时 一脚踹了出去 沈彦时肌肉紧绷 眼神很利 这一脚是冲着苏景肚子去的 毫不留情 眼看着沈彦时气还没消 又要补上一脚 我拦在了苏景面前 闭上眼睛 准备接着一下 没想到的是 沈彦时迟疑了 他眼里闪过我看不懂的情绪 收回了脚 我被他吓着了 急着解释 沈彦时苏景也是你看着长大的 你知道他什么性子的 他不会做这样的事 沈彦时愣住了 坐回了沙发 冷静克制地抽了一根烟 就在这时 病房里传来 裴冤清零虚弱的声音 不会做这样的事吗 是不会把我关在仓库里 一天一夜 不会对我拳打脚踢 不会扯着我的头发 让我给你道歉 裴冤的声音越来越细弱 他若不禁风地靠在病床上 眼神空洞 破碎不堪地继续开口 带着不容忽视的哭腔 还是不会让他的朋友 撕扯我的衣服 不会在我身上摸来摸去 他说得越多 沈彦时的眼睛越红 说到最后 沈彦时彻底逼红了眼 未灭的烟头直接扣在了苏锦胳膊上 他淡淡开口 眼底冰冷 他说的是真的吗 苏锦躺在地上慌乱地摇了摇头 姐夫 我没有 我只是把他关进仓库 想警告他一下 裴冤赤着脚走了出来 笑着落泪 那你说我身上这些伤势哪来的 你说呀 沈彦时怒不可遏 他深吸一口气 别过了脸 在抬眼看向苏锦时 眼神漠然 像看一个死人 苏锦惊慌地摇头 姐夫 你这样对得起我姐吗 当年你追她 还是我给你弟的情书 裴冤抬眸看着沈彦时 露出一个苍白脆弱的笑 在沈彦时 心口添了最后一把火 他说 沈彦时 我好疼 沈彦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他站起来搂住裴冤 抬手换外面的保镖进来 目光冰冷 指了指苏锦 轻描淡写道 把他手脚打断 费了扔仓库里 后在外面的镖形大汉走了进来 拖着苏锦往外走 苏锦还小 没经历过什么事 慌乱地喊我 姐 我浑身冰凉 如坠冰枯 苏锦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现在沈彦时说要废了她 巨大的恐慌淹没了我 我扯住沈彦时的裤腿哀求道 不要 沈彦时 我替苏锦好不好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沈彦时垂眸看我 眼神忧深 气质冷静 眼里是刻骨的恨意 苏运 要不是你妈不知廉耻勾引我爸 我妈会自杀吗 你还有脸和我说亲人 裴冤不着痕迹地踹开我的手 娇弱地已在沈彦时怀里 软声道 我头好晕啊 沈彦时 沈彦时收回目光 冷声吩咐保镖 先打断她一条胳膊 我绝望地抱住苏锦 看着沈彦时抱着裴冤回病房 留给我一句薄良的话 扎在我心口 你也配 我没有错过裴冤得意的眼神 失魂落魄地跌坐在地上 心脏麻木抽痛 沈彦时的话就像尖锐的钩子一样 刺得我鲜血淋漓 我眼前一黑 下一秒就不省人事了 在醒来的时候 我对上了沈彦时复杂的凤眼 里面藏着许多我看不懂的情绪 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走过来 严肃道 病人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身体比较虚弱 切记情绪不要有太大波动 不然对病人和胎儿都不好 沈彦时点了点头 送医生出门 她回来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我未显怀的肚子 似乎想触碰 又收回了手 我抬起酸软的手臂 主动握住她的手 放在我的小腹上 温柔道 阿彦 我们有孩子了 年少情深时 我常唤她阿彦 我们也曾说 将来一定要生一个漂亮的小女孩 沈彦时 双亲情义淡薄 她曾和我说过 最向往和睦幸福的家庭 现在物是人非 她恨我入骨 我也只能靠肚子里这个孩子 留她一时心软了 沈彦时可能会拒绝我 但绝不会拒绝这个孩子 果然沈彦时哑了嗓子 轻抚我的小腹 目光温柔又沉静 我趁机劝道 苏景真的不是这样的人 她不会这样做的 涉及到裴冤的事 沈彦时的目光 末地冷了下来 她沉默了一会儿 眼神倦怠 我会去查明白 苏运 你照顾好孩子和自己就好 苏景为了替你出气 绑了裴冤是真 我不会放过她的 还有 你怀孕的事 别告诉裴冤 提到裴冤 沈彦时的目光柔和了几分 她叹了口气 无奈道 渊渊娇气还爱闹 要是让她知道 又要生气了 我默默听着 只觉得可笑 我是沈彦时 名正言顺的妻子 怀了孕 却还怕小三知道以后生气 可是苏景的命 还握在沈彦时手里 我拉住沈彦时的手 眼泪落在她手背 溅起泪花 沈彦时 求你了 你放过苏景好不好 我去给裴冤道歉可以吗 梁九得不到回应 我哭得破碎 心口抽痛 捂住心口 闭眼靠在床上抽气 一只温良的手 擦走我的眼泪 我朦胧抬眼看见沈彦时 略带腾熙的复杂眼神 一瞬间 我感觉我们仿佛回到了十八岁 那时候 她还是意气风发的桀骜少年 张扬又肆意 见不得我流一滴泪 我微失了眼眶 沈彦时就如灵大敌 可我们不是十八岁的苏韵 和沈彦时了 七年过去 年少的爱意磨灭在刻骨的恨里 我们回不到从前了 沈彦时叹了口气 眼眸沉静道 别哭了 我不费苏景 你好好休息 我再给你请一个保姆 接下来的半个月 沈彦时每周都会回来看我 我们放下恩怨仇恨 一微在一起汲取温暖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她还会和王妈了解 照顾孕妇的注意事项 王妈见我们感情不似从前僵硬 也笑弯了眼 我也给沈爷爷打了个电话 告诉她我怀孕的事 沈爷爷带我如亲孙女一样 她愧疚又心疼我 要沈彦时娶我 最大的愿望就是寒姨弄孙 我也想让她高兴 没想到就是这一通电话 戳破了这些日子的温情 让沈彦时厌恶我到极点 沈爷爷知道我怀孕以后确实高兴 她知道沈彦时在外面养着小情人 为了让我和沈彦时感情和睦 她给裴冤打去了电话 这通电话以后 裴冤割腕了 就在她和沈彦时常住的 那个大平层里 她穿着一件红裙子 躺在放满水的浴缸里割了腕 血染红了浴缸 我赶去医院的时候 沈彦时靠在急救室外面的椅子上 垂头不语 落寞不堪 我见过她意气风发的样子 也见过她的默默深情 却少见她如今 这么颓废落寞 我坐过去想要安慰她 却被沈彦时一把抓住了手 她眼里红血丝明显 金贵淡漠的脸湿了淡然 雅声道 苏韵 你为什么不肯放过她 我不理解 也不明白 到底是谁不放过谁 裴冤抢走了我的丈夫 还上门挑衅 是我不放过她吗 沈彦时眼眶欲青 一把甩开我 眼里恨意翻涌 苏韵 我说了 别告诉她 你为什么还要让爷爷给她打那通电话 我娶了你 给了你沈太太的名分 还不够吗 你就非要冤冤的命 我小腹坠痛 不适地捂住了肚子 沈彦时毫不在意 一顺不顺地看着我 冰冷道 你以为裴冤出事我就会爱上你 苏韵 人要有自知之明 她眼眶通红 像要落泪 她指着急救时 声音寒凉 医生说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 就割到大动脉了 她收回手 难难道 渊渊那么娇气怕疼 要不是你逼急了她 她怎么狠得下心 我捂着肚子站起来 积蓄地委屈顶上心口 一字一句道 沈彦时 我没让爷爷给裴冤打电话 沈彦时轻吃 看向我的目光 寒凉无比 是吗 你弟弟绑了冤冤 给你出气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说的 苏韵 你现在怎么这么恶毒 她冷淡的话语 好像尖锐的钩子 刺得我鲜血淋漓 我心口一阵窒息闷痛 只觉得荒谬 反正我说什么 她都不会信 急救式地登绿了 沈彦时顾不上离我 焦急地等着门口 医生摘下口罩面容和矮道 病人已脱离了生命危险 很快就会醒过来了 沈彦时如释重负 医生的眼神落在了我身上 担心地问 这位女士的脸色有点苍白呀 沈彦时看都没有看我一眼 急着去带裴渊回病房 我起来冲医生微微一笑 强颜欢笑道 谢谢医生 我没事的 我过去的时候 裴渊已经醒来了 她脸色苍白 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单薄透明 好像要碎了 沈彦时握着她的手 颤抖着嗓音唤她 冤冤 对不起 裴渊娇窃窃地看了我一眼 泪如雨下 哭得我见油脸 沈彦时 我们分手吧 沈彦时慌了神 想要解释 被裴渊的泪打断 裴渊指着我 伴着哭腔开口 你说你娶苏运 是为了你爷爷 你说你对苏运 没有一点感情 我信了 她手指下移 指着我的肚子崩溃倒 可苏运怀孕了 沈彦时 你让我怎么办 你要让我被人 指着鼻子骂小三吗 那我还不如死了 沈彦时慌乱地 给裴渊擦眼泪 云城叱咋风云的 沈氏掌权人 低声下气地哄着她 渊渊 那夜我喝多了 爷爷又逼我回去 我以为是你 才 她话未说尽 我却明白了 心口仿佛被钝刀子 寸寸凌迟 原来沈彦时 那夜动情是把我看成了裴渊 她叫的不是圆怨 是渊渊 裴渊靠在床上 眉目决然 沈彦时 今天我只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你让她 把孩子打了 要么你和我分手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你 沈彦时 这才回头看了看我 我下意识捂住了肚子 裴渊的眼神 落在我的肚子上 难掩怨恨 她笑得凄惨 怎么 很难选试吧 好 我给你第三个选择 说着裴渊就砸碎了床边的水杯 拿着碎片 划上自己的脖子 渊渊 沈彦时看起来要崩溃了 她夺过碎片 不顾自己被划得鲜血淋漓 颤抖着搂住裴渊 痛苦不堪 冤冤 别这样 裴渊冷笑一声 推开她 沈彦时 你拦得住我一次 还能拦得住我第二次吗 沈彦时哑了嗓子 仓皇地想要握住裴渊的手 却被扶开 裴渊执拗地看着她 声音很轻 却压得我和沈彦时险些崩溃 我和苏韵肚子里的孩子 你只能选一个 沈彦时沉默了 裴渊脖子上的血流在她手上的时候 她动了 她起身走向我 眼里划过一丝不忍 刹那间 我明白了她的选择 捂着肚子后退 眼里泛起泪花 挨切恳求 沈彦时 不要 沈彦时闭了闭眼 侯姐滚动 指挥门口的保镖 给我肚子里的孩子宣判死刑 去联系妇产科的医生 做流产手术 尽快 我苍白着脸 恍惚地看着她 颤抖着声音 沈彦时 这也是你的孩子啊 沈彦时低叹 在抬眼一片冷漠 苏运 你弟弟为了给你出气 把渊渊折磨成那样 这是你欠她的 我惊慌地摇着头 想要逃出去 却被保镖按住 越过沈彦时 骨感凌厉的侧脸 我看见了 裴渊轻蔑冷静的眼神 完全没有刚才的脆弱和崩溃 一时间心如死灰 她知道沈彦时 会为了她放弃我的 她是故意的 我被驾着来到手术室 消毒水的味道 刺得我鼻腔发酸 我奋力挣扎 却被冰冷的气泻压住 心间泛起怜绵不绝的痛 手术室暖意融融 我却如坠冰枯 放开小韵 一个苍老又不识微言的声音响起 是沈爷爷来了 我重获自由 心有余悸地捂着肚子喘气 沈爷爷看了看我 确认我的安好 转身给了身后沉默不语的沈彦时 一个灵力的巴掌 混账东西 为了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 要对自己的孩子动手 沈彦时被打得偏过头 眼眸微垂 一言不发 沈爷爷恨铁不成钢地骂 回家 沈彦时眸光微动 看向陪冤病房的方向 沈爷爷敲了敲拐杖 不怒自威 那个孩子自会有人看着 你先跟我回家 回了老宅后 沈爷爷把我们叫到了书房 沈彦时沉默着跪在了书房里 一声不吭 沈爷爷掏出沈家家法 一根特质长棍 伤筋不动骨 冷笑道 沈彦时 沈家的家规 你是全忘了 且看看第几下 你能想起来吧 又转头对我说 小韵 彦时混账 爷爷替你和肚子里的孩子教训他 沈爷爷老当义壮 下手毫不留情 一下又一下 沈彦时后背亲子交错 他咬着牙一声不吭 打到第十五棍的时候 我终于忍不住了 哭着扑在沈彦时身上求情 爷爷别打了 是我的错 沈爷爷叹了口气 让我扶沈彦时回去 当夜沈彦时就发起了高烧 额头温度高得吓人 我为他喝药时突然被他抓住了手 他轻声唤我 圆圆 我好疼啊 年少时沈彦时桀骜不驯 最讨厌规矩 每次挨完阀 都会翻墙跃到我家门口 眼巴巴地等着我给他开门上药 那时候他也靠在床上委屈地叫我 圆圆 我好疼啊 他现在高烧不退 神志不清 恐怕是梦到了高中时候 他嘴唇微张 嗓音微弱 我听不太清 俯身凑近才听到了他说的话 他说 圆圆 对不起 我已经失去你了 不能再失去渊渊了 我一下愣住了 心脏麻木抽痛 手中的水杯跌落在地上 猴尖猛然尝到一股嗅味 原来人悲伤到极点 是真的会呕血的 什么言语都表达不了我现在的心情 心间被这句话砸得鲜血淋漓 原来他知道啊 他知道我又有多痛 他也知道自己对不起我 沈彦时说他不能再失去陪冤了 那我呢 我就活该失去他 失去自己还没出生的孩子吗 冰冷的液体落在我手上 我这才惊觉自己早已泪流满面 十八岁情义症浓食许下的诺言 成了血淋淋的伤疤 让我痛不欲生 沈彦时清俊的面容 隐在昏暗的灯光下 显得他更加薄情冷漠 他一直都很清醒 他知道我们之间再也没可能了 所以在我和裴渊之间 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裴渊 哪怕我肚子里已经有了我们的孩子 哪怕他知道我有多委屈 这些都无法阻挡他奔向裴渊的脚步 一如当年他为了给我表白 撒下满怨渊味花 沈彦时勉强坐起来 眼眸里藏着几分无奈 但更多的是决然 他嗓音发芽 凤眼微垂 没有往日的巨傲 苏运 算我求你 把孩子打了吧 愿愿他真的不能再受刺激了 我彻底崩溃 说不出一句话 只流眼泪无声汹涌的流淌 沈彦时巨傲又金贵 年少时是天之骄子桀骜不驯 谁都不能让他低头 后来掌权沈家 坐看云城风云 运筹帷幄 他这一生顺风顺水 第一次求人 是为了让他心肩上的姑娘 顺心如意 高傲的大少爷为爱低头 希望裴渊能够安心 真是荒唐啊 那我算什么 这场旷世绝恋里 卑劣又不堪的女儿吗 可最开始 沈彦时最爱的人是我 为什么到最后 伤我最深的也是她 我不明白 也不想明白 我累了 不想再和沈彦时纠缠了 我决定成全他们 也放过自己 于是我笑着回答 沈彦时 好啊 明天我就去打了这个孩子 沈彦时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瞒着沈爷爷 预约了明天的流产手术 可是很快 被沈爷爷发现 他雷霆震怒 又骂了沈彦时一顿 让他务必照顾好我肚子里的孩子 彼时我看着沈彦时跪在书房 清冷淡漠的脸 扯出一个近乎嘲讽的笑 爷爷 你亏欠苏叔叔 抢逼我娶了苏韵 婚后 我给了他沈太太的名分 这还不够 还要我对他真心以待 他抬头看着我 满眼不屑 轻吃到 苏韵他配吗 他抛下 我去找他那个 不知廉耻 勾引有夫之妇的妈的时候 有想过我的真心吗 我垂眸躲过他的眼神 心间刺痛 沈爷爷提倦地 靠在檀木椅上 叹了口气 小燕 你还年轻 有些事你还不懂 爷爷只是怕你后悔 沈彦时急冷淡地笑了一声 不再开口 再也没有回来看过我一眼 过了几天 我接到一个未知来电 电话那边传来 女生娇柔的声线 透着几分娇纵 苏韵 你别以为你搬出沈彦时 爷爷我就没办法了 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她的声线柔和 却隐隐有几分癫狂 上次是一条胳膊 你猜如果苏景再伤害我一次 沈彦时还会放过她吗 云城第一院 我在三楼的安全通道等你 不来的话 我可就去找你弟弟完了 我惊恶地想要说话 下一秒就被挂断了电话 裴冤要陷害苏景 想清楚这一点后 一股寒意爬上我的心头 我马上给苏景打去电话 却只得到了冰冷的机械女音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播 我中美打车去了云城第一院 在三楼安全通道绿色标识旁边 看到了裴冤 她不失粉带 素面朝天 一张脸苍白娇弱 靠在墙上歪头看我 苏运 你为什么一定要和我抢沈彦时呢 我深吸一口气 不想与她争辩 冷静道 说吧 你想干什么 裴冤笑颜如花看向我 答非所问 沈彦时是个胆小鬼 她害怕失去你肚子里的孩子 又害怕再也见不到我 不然你以为她爷爷能拦住她吗 后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裴冤轻轻笑了 目光落在下面的楼梯上 声音淡得像要消散在空气里 不如让沈彦时真正做一场选择吧 她最后一个字落下的时候 沈彦时来了 她眼睁睁看着裴冤用力扯上我的衣袖 和我一起倒下 然后她伸出手 掠过我 抓住了裴冤 那一瞬间 我和沈彦时对视 看到了她眼里的惊慌 可她没有放开裴冤的手 我的身体重重落在楼梯下面 小腹传来顿痛 黏腻的触感从下身传来 却比不上我心里翻江倒海的痛 透过朦胧的眼 我看见沈彦时 用力推开了裴冤向我冲过来 疼痛开始蔓延 很快医生来了 我昏昏沉沉地被抬进手术室 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微哑 清冷 医生 快救救她 我费力地睁开眼 看见了沈彦时仓皇失措的脸 她那双素来淡漠的凤眼里 满是惊慌 被抬上手术台的时候 我感觉到沈彦时颤抖着握住了我的手 她以一种近乎恳求的情态看我 嗓音嘶哑 苏运 你能不能别抛下我 我竟有些想笑 沈彦时到底是谁先抛下谁 医生焦急的声音 扰乱我的思绪 不好 病人大出血 沈彦时抓着我的手更加用力 她眼眶淤出红痕 红得吓人 哽咽道 苏运 我慢慢抽出自己的手 失去意识前的一秒 我看到沈彦时滚烫的泪 大滴大滴地落在我手上 沈彦时 你这样高傲的人 也会为我流泪吗 我昏昏沉沉 不知睡了多久 有意识的时候 耳边传来朦胧的声音 你听说了吗 听说云城首富沈氏掌权人 沈彦时的夫人 在咱们医院昏迷不醒 都半个月了 沈彦时疯了 花费数千万 从国外运来最顶尖的医疗器材和医生 让他们想尽办法 务必让她夫人醒来呢 这是闹这么大我 当然知道了 现在她夫人的病情稍微好转了 她又去灵光庙日日跪三个小时 求神仙保佑她夫人醒来 真是深情啊 原来是小护士在聊天 沈彦时从不信神佛 如今也会为了我日日求神拜佛吗 可我一点都不觉得高兴 耳边又听到小护士讨论的声音 那几天 有个漂亮的女孩一直在闹 在医院又是要跳楼又是要割腕的 说要沈彦时负责 你说他们什么关系啊 能有什么关系 情人呗 那沈彦时负责了吗 嗨 沈彦时压根没理她 每天雷打不动 去灵光庙跪三个小时 回来就守着她夫人发呆 后来那漂亮女孩闹够了 急救室都进了一回 自己走了 好几天没来 是吗 从前只要陪冤一闹 不管是沈太太的位置 还是我肚子里的孩子 沈彦时都能医着她 恨不得把命给她 这次怎么不行了呢 一滴泪悄然流下 我缓缓睁开眼睛 听见小护士的惊呼声 醒了 病人醒了 快通知沈先生 二十分钟后 我见到了沈彦时 她来得很急 滴滴地喘气 眼尾红音 分明是具傲金贵的大少爷 却也会生出 这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她凤眼微挑 眼里满是失而复得的喜悦 递给我水杯的手 微微颤抖 圆圆 你醒了 孩子没了 你不要太难过 我们还会急促地脚步声响起 清凉娇柔的声音闯了进来 打断她的话 裴渊暴毙靠在门口 冷冷一笑 你们还会什么 她看向沈彦时 直白地问 苏运醒了 你什么时候和她离婚 沈彦时愣住了 脸上的喜悦散去 留下沉冷的凝重 裴渊走过来 屡开长袖 露出手腕上猙獰的伤疤 笑得很淡 苏运 既然你醒了 那我们来算算这笔账吧 你弟弟绑我欺辱我 我割了两次腕 进了两次急救时 你留了孩子 她抬眼 带着一种天真的残忍 嗓音细软 刺得我眼前一黑 你别觉得委屈 我不欠你什么 所以你什么时候 把沈彦时还给我呀 火药味在空气散开 沈彦时冷了脸 拉住裴渊 沉声道 裴渊 别闹 她刚醒 身体还很虚弱 虽然时机不对 但我还是笑了出来 裴渊转头看我 眼里闪过几分疯狂 她清点手腕上的伤疤 笑意清甜 苏运 我不像你 有流调的孩子 让沈彦时愧疚 还有沈老爷子撑腰 我只有这条命 她咬字很轻 却又很清晰 微微偏头盯着沈彦时 我只有这条命了 沈彦时 你不要我 我就去死 她说的轻描淡写 我和沈彦时 却都看到了 她眼里的偏执 裴渊 骄纵傲慢 却是个十足的疯子 沈彦时 放开了手 我看到了 她眼里的痛苦和慌乱 我弯起眸 明明想笑 眼泪却又流了下来 看吧 沈彦时 你永远在犹豫 沈彦时担忧地看我 抬手要为我擦眼泪 我轻轻握住她的手 在裴渊怨恨的眼神下轻声道 沈彦时 我们离婚吧 这次不需要你做选择了 是我不要你了 裴渊和沈彦时都愣住了 我听见沈彦时颤抖的声音 不要 苏韵 为什么 我在心里反复咀嚼这三个字 只觉得可笑 为什么 因为我累了 这种爱恨纠缠的日子 我真的受够了 余光看见裴渊阴沉的脸色 我抬手轻拂沈彦时的脸 语调柔和 阿彦 你想知道 我当年为什么选择和我妈走吗 不是因为我追求更好的生活 是因为沈叔叔说 沈家不能有我这样 出身低微又病弱的少夫人 她说只要有我在 你掌权沈家就会很难 所以我离开了 沈彦时眼底呈着浓重的愧疚和慌乱 想要说话 我捂住她的嘴 温柔地笑 之前不说是觉得没有必要 我妈确实伤害了阿姨 现在我提起这些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说 看在我们这些年的情分上 你能不能放我离开呢 其实我都知道的 沈爷爷根本拦不住她和我离婚 一直以来都是沈彦时 恨我又不想让我走 从前我愿意陪她演着可笑的戏 现在我不愿意了 我放开手 靠回床头 如愿以偿看到沈彦时 眼底的绝望与痛苦 心里畅快淋漓 沈彦时我要你和我一样痛 沈彦时失魂落魄地站起身 身形一晃 险些晕倒 裴渊着急地扶住她 半晌 我才听见她嘶哑的声音 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 好 我答应你 抬眸对上裴渊圆征的性眼 我很轻地笑了一下 她还不明白 我这一走 沈彦时会带着对我的愧疚和遗憾度过一生 就算娶了她 也是互相折磨 从前是她站在高位 仗着沈彦时的喜欢 高高在上地和她一起审判我 可时局逆转 现在该她沉浸在日复一日的怀疑中 惶惶不可终日了 我很快出院回了沈家老宅 签下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沈彦时没来 沈爷爷却来了 她叹了口气 嘱咐我 小韵 终究是我们沈家 对不起你们父女俩 我微微一笑 爷爷对我很好 沈爷爷对我确实很好 她赠予我沈氏3%的股份 连同沈彦时给我的巨额补偿 我相信我会过得很好 离开云城后 我赴西北策马下江南折花 曾经为爱甘愿被困在云城 现在却是天高海阔任我游 一年后 我在江南偶遇云城就有 闲聊时 她提起了沈彦时和裴渊 原来我离开以后 沈彦时就失魂落魄 每天在沈家老宅我的房间哭作 裴渊闹她也不管 直到裴渊检查出怀孕 沈彦时才清醒了几分 娶了裴渊 却没有办结婚典礼 只有少数和沈家关系好的人知道 听说裴渊生下一个小女孩 沈彦时起的名字里带了一个孕子 然后裴渊就疯了 摔了一地的东西 差点砸到孩子 让沈彦时滚 旧友也知道我同沈彦时纠缠的那几年 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我的神色 才继续说 沈彦时确实滚了 带着女儿滚了 她说裴渊情绪不稳定 暂时不要见女儿了 旧友靠在吊椅上笑得轻蔑 裴渊三天一小闹 五天一大闹 闹得沸沸扬扬 云成谁不知道 沈彦时家门不宁 我只能说算她倒霉 我也笑 不是她倒霉 是她旧友自取 我们相识一笑 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今年才二十五岁 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呢